台湾最塞的城市在哪里呢 国外一项数据排名让大家跌破眼镜 荷兰间全球卫星定位制造商调查了56个国家 总共389个城市的交通状况 台湾有5个县市上榜 但是最塞排行的第一名不是台北而是台中市 数据显示市中心尖峰行车时间平均每10公里 要花上24分40秒 第二名是高雄 第三名才是台北 也让不少民众惊呼不太相信台北怎么会排在这么后面 那么实际询问高工局的调查结果的确跟国外的统计不太一样 各国首都几乎都存在塞车问题 哪个地区塞起来最恐怖 荷兰一间全球卫星定位制造商 调查了56个国家共389个城市的交通状况 全球排行榜第一名是英国伦敦 市中心平均每10公里开车要花上36分20秒 平均时速只有14公里 而排行榜当中也包含台湾五个城市 以圈态来看最塞排行第一名不是台北而是台中 数据显示是中心尖峰的行车时间 平均每10公里要花上24分40秒 第二名是高雄23分50秒 第三名才是台北21分10秒 与台南差不多 桃园则是位列第五引发热议 实际询问两个地区的民众 台中比较塞 车子比较多 那里要坐车子不方便 台北上下班时间我觉得应该都不输台中 台中只有台湾大道会塞 我是台中人 我没感觉我们会是上班的啊 上下班是每个城市都会的啦 台北台中高雄也都一样啊 这个跟生活的步调有关吧 叶尔网友表示不太相信台北这么后面 每天光是内湖就塞超久 猜测大概是把围停的时间也算进去 毕竟导航只会记录行驶的距离跟时间 哪里最塞 民众感受不一 实际国内官方有类似的统计 而且更准确 高雄区我们这边是因为我们在国道上 有部件的非常多政策的设备 车子行进密地的数据 还直接显示这个特殊签遞 在就是大台北地区的 各项数据其实也只是仅供参考 用路人的感受才是最真实 记者参考报道